海健在天日围棋频道微信号围棋天园 好欢迎回来 那我们现在呢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的主将战 是由这个浙江题材队的主将谭笑九段 然后对阵深西华健员工队的主将谢尔豪九段 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两队来说也是非常的重要吧 因为在上一轮这个季后赛第一轮 第二轮第一回合当中呢 浙江题材队是三比一领先 那就第二轮必须得反过来 对所以说我们在开始之前呢 也先来看一下浙江队的教练 对于现状是怎么看的 应该说常规赛的表现还是非常遗憾 因为其实赛后分析啊 我们今年赢的盘数和去年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比去年高了四分 也就是说呃其实是这种巨大的落差感吧造成这种遗憾 因为其实真正按照我们队员的发挥来说也没有特别突出的 所以也是取得第九这成绩也是正常的 但只是说因为我们前面赢在前面 而且呃毕竟最后四轮的时候曾经到达过第三 然后后面一直没能取分呃最后第九 应该说这种落差感会给不管是对于队伍还是队员都会有遗憾 呃主要还是我们在后半程突然主将哑火了 这个还是嗯因为现在的维甲赛制主将确实非常关键 呃现在我们本来是单核的队伍 现在音声声的也打成了双核 因为一直之前是小通当主将 但他呃呃输给丁好以后好像状态一直没有 非常的能及时找回来 但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支队伍要付出的一些经历吧 因为毕竟小通今年第一年主将我觉得他发挥的已经很不错了 几乎赛现在的赛值嘛 第一轮三比一的队伍要么就是博主将 因为主将赢了就赢了 第二要么就是呃后面三台要赢下两盘 那么当时因为我们我也跟队伍队员各自聊天都沟通过 因为李维钦的状态确实很好 而且呃谭笑跟他的战绩不是非常好啊 那么在那种情况下呢而且谭笑又呃连续赢了王兴浩两盘了 当时我们推测就是如果我们黑主的话呃他们的胡耀宇老师应该是会避开快起 所以应该在黑起的台词上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最后的排阵是呃所有都抓到他们 也就是说就算他们对让我们对排我们也就排成这样 因为同盟城白起快起对胡耀宇老师应该说还是把握比较大 然后那个谭笑又能对上呃王兴浩 特别是其实张涛一直是一个欲强不弱欲弱不强呢 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给队伍带来惊喜 但是我觉得经济体育就是结果倒下嘛 所以呃既然最后是这个结果 那么我觉得队员都发挥的没有问题 责任肯定是在我们的 呃我们第一轮已经3比1 其实和第一和第一轮一样 然后跟我们去年也一样 去年我们也是在第二轮也是3比1 然后呃我相信谭笑的心脏 我相信他的心脏也相信他的状态和技术 他这盘只要因为就是一锤顶 嗯所以呃我觉得他新加盟了浙江队吧 在今年这个队伍出现了一些机会 希望然后呃也有一些遗憾 有一些压力的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他能给队伍带来呃好的消息 嗯好那我们听完了这个浙江队的教练的 对于整个赛季的一个回顾啊 嗯确实能够看出 就是队员们其实可能难免会有一点落差感 因为好像在常规赛 就是还有四轮结束之前 他们成绩很好 然后那么现在一步一步的走到了 这个保级的重任上 还是要调节好 那现在看到的就是今天至关重要的主将战 由谢尔豪九段对阵谭笑九段 那么这个比赛是上午11点开始的 所以确实进行到现在也是都比较 应该说接近尘埃落定 嗯然后这一盘是唐伟欣对同梦城 那么之前也提到了同梦城 在本赛季当中是主要担当主将的 但因为在第二阶段的状态 不是很理想之后临时做的调整 而他的对手呢 唐伟欣九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而且也是出了名的 在这种越重要的比赛 就能够由神勇发挥的一个大心脏的起手 然后是两队相对来说的小将 一个是王泽景和蒋祁润 蒋祁润是浙江人是吧 对 也是替家乡作战 嗯 王泽景应该是福建人 对 然后他但他现在是代表的这个山西华建员工队 那么其实在上一轮当中也是王泽景队蒋祁润 哦 对 因为季后赛要实行这个双赛 对两轮 对要反复的相遇 嗯 是的 嗯 这是张涛 对 张涛也是一个就像他们教练说的 所以是愈弱不强的一个选手 已经赢过柯杰 然后获得过这个CCTVB的冠军 嗯 他好像是也成家了 现在主要是在杭州 嗯 嗯 现在这是柯杰啊 柯杰啊 这么厉害的咱们中国的第一人 结果现在率领了队伍 正好为保吉而战 是的 他今天也是对战韩国的外援 罗玄 罗玄在韩国也是排名前十的 嗯 是的 这是上海的曹湘阳吧 他曾经在RG的预选和崔金下过一盘棋举 哦 啊 说每好几块超级大龙 都是双国 美人的墓数 大概就二三十墓 嗯 非常的刺激跟精彩 有兴趣的可以去查阅一下 嗯 哦 这个是 陈嘉业 哦 陈嘉业 原来是在少年队 对 然后他的对手孙腾宇 嗯 发型很奔放的是孙腾宇 是 然后是 哦 吐小语对阵廖新闻 嗯 吐小语是新人王的冠军的获得者 嗯 嗯 吐小语是年轻一代里边呃 代表人物之一 嗯 啊 廖新闻是不是也在上学 是不是也是你的校友呢 啊 对 但是他跟我同届的 但因为他可能赛程比较烦恼 所以我已经毕业了 他还要在 可能在奋战两年 延期毕业了 对 因为他可能赛程比较多嘛 像他们这种经常出山为家的棋手 可能会经常要就是还考 说明你们学校要求比较严格 是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盘的主将战啊 因为是谢尔豪的黑棋 啊 谢尔豪的黑棋 嗯 对 那么他们两位的历史交锋还是比较接近的 好像谭孝是5比3领先 啊 比较接近的 你因为 谭孝你最熟悉了 是的 因为你是谭夫人嘛 是吧 啊 所以说你也可以多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情况 啊 是的 那其实我们刚刚也听到就是之前教练也有提到 就其实他们上一轮可能在很多人看还比较可惜 嗯 然后甚至有人觉得是不是排阵可能 但其实也听到了正是他们预料之中 所以说可能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呃 对员们可能就是对自己的发挥 尤其是谭孝同学那盘棋 好像我们也是一直在看着嘛 就上一盘应该说也是一直都是在80到90的胜率 但是呢 可能自己在最后的收述阶段做了错误的选择 然后导向了很复杂的局面之后呢 又没有抓住正确的下反 对 所以肯定自己也是很懊恼 回家你得啊 惩罚他 是不是 嗯 对 然后转天跟这个唐卫星九段又遇到强敌嘛 其实还是有点担心 多少受前一天的影响 但是呢 昨天的棋倒是下的还不错 所以不知道他今天啊 就是又到了这种关键的时刻 会有个怎么样的发挥 是的 这个围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 嗯 是的 这个盘棋是谭孝直白是吧 对 我印象中谭孝的白棋很厉害 对 他好像是一个就是白棋 因为他的风格 王老师也比较熟悉嘛 他可能会相对均衡一点 而且也是应该说相对来讲是更大局一点的风格 所以他白棋的话可能更好掌握一些 是 嗯 是的 那今天他又拿到了白棋 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发挥 应该是 直接点三三 对 这盘棋两位也选择了一个双二连性啊 也是 比较的 平稳啊 对 但是话音未落黑棋的跳是相对比较少见 那对 一般现在都是飞的啊 其实跳跟飞都有啊 这两种下巴 只不过是跳 你得注意点争子 你别被白棋冲档 白棋断礼 编这个争子 如果说白棋能够争掉黑棋的时候 黑棋是不能跳的 除此之外 你跳都是可以下的 嗯 那么现在很显然黑棋争子有力 所以跳是可以成立的 接下来白棋选的是非争 哇 这你刚说这个谭笑是一个大局型的选手啊 这就是非常想得开的一步棋啊 对 这个也不奠基着各种冲断 我直接就飞一个让你补一个啊 这个局部就算是结束了 对解明定型 这个地方应该是小路啊 对 呃 确实是很大局啊 嗯 然后连片 因为这个的意思 它是这样的啊 如果说假设是直接连片 嗯啊 黑棋如果尖的话 嗯 那他还可以飞 也是飞的 这个点太重要 嗯 那么呢 为什么先飞呢 因为他直接连片 他怕黑棋贴起来 哦 有变 有变 所以说这也是很大局的 就是干脆这个局部就交代了啊 我就看大家都很满意 嗯 是 然后连一个片 有了这个飞之后 这边连片就非常重要了啊 嗯 连片连在这儿 也是一个AI推荐的位置 哦 嗯 那么接下来黑棋是马上就进来了 黑棋就出奇招了啊 对 黑棋啊 胖在了这个 是先胖的脚上 先胖的腥味啊 呃 这一招 呃 AI出现之后 流行开来了 嗯 其实在AI之前呢 也有人下啊 我记得好像应该是秀行老师吧 曾经下过这一手啊 大家也是很佩服啊 觉得是很有才能的一手 嗯 因为这个确实不好对付 你无论是怎么搬他都跟着你搬 哎 你搬这个他就搬那个 哎 如果你要搬这个呢 他就搬这个 嗯 反正是无论怎么着这个地方啊 黑棋都有旗下啊 嗯 那这盘棋一碰的话 呃 我相信 谭夏这个也是对这种手段都很熟练了啊 嗯 这也不是说首次出现 那他是怎么应付的呢 他是战事选择的内半 那是内半 嗯 然后黑棋也是下的很有意思 嗯 黑棋碰完了 并没有马上定型 哦 他呢 他就是碰到这个 这个说明 谢尔豪对于最新 这个冰书 读的也非常的熟 哦 因为在以往的这个 NIA里面 下的班这个多 但是最新版本 这个下法也出现了 是的 啊 可以 非常用功啊 嗯 非常用功啊 呃 保留着这个班跟这个班的选择 然后呢 看白棋这边怎么下啊 这个 这个战术也是一个高级手法吧 对 嗯 那么 面对这个碰 哎 你如果你要一退啊 无论从左退右退 你只要一退 那都是处于被人家压制了一下啊 所以是一般是不肯的 你无非的选择就是 搬哪个的问题 嗯 嗯 那这班棋 还是选搬这边 啊 选择的是搬这个啊 正确要把那个字 有这个干掉的这种想法吧 嗯 然后黑棋再搬下去 对 这个对付搬就是你 直接断可能有点过分啊 这个直接反搬 是一个比较常用的处理手法 对 那么现在因为白棋争子有力 哎 白棋断达 嗯 然后身上 这是最强的啊 现在就是针不掉我啊 对 那黑棋这几手的用意呢 其实也是比较明显的啊 因为现在AI出现之后呢 很多棋都已经成套路了啊 像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套路 他先这个地方碰完之后 在这个地方碰完之后 然后呢 再回手搬这个 再回手搬这个 如果说白棋还是采用通常的这个下法 对 我打了沾上 那这你就可以看到这边 这几个碰白棋都便宜了 黑棋重复了啊 让白棋变成重复了啊 这就是黑棋的用意 碰完之后再碰这个用意啊 对 所以对此呢 白棋是单栈啊 白棋这也是一种无声的反击吧 嗯 这样的话 如果你要再沾上的话 那他可能就是要贴这边 哦 不跟着你那边硬了 嗯 所以走完这一下之后 黑棋 是 对 你既然不打 我自然想长 如果这个白棋要爬过的话 那这黑棋就便宜很多了啊 你别怕你既然爬过的话 这明显是小的一个方向 这边还得拐住了啊 这个黑棋 白棋是不啃的 太重复了 嗯 那么所以在长的时候 实际上是选择贴起这个 那这一个也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这个转换吧 对 也可以说两个人各其所需 嗯 是的 那么相应的黑棋是 把这地方继续定型 如果要不走的话 这个被蒸掉 这还是很大的 嗯 先再借用一下 对 把这个地方定型 半栈 长 先说 嗯 拐下 对 然后这个白棋也不能被立 对 这个斑也是非常的大 嗯 是的 嗯 那么下到这都还是 应该说双方应该都是有备而来的一个 嗯 对应该是 呃 虽然说很少出现 嗯 但是呢 在这个AI的这种变化图里边 我们已经见识过了 是的 接下来一起长 这些先手 嗯 这样也可以对这三个形成弃子吧 是一种弃子收弃的这个 啊 这不起我看 呃 说明一点 这谢尔豪同学 可能对这个AI的研究啊 还没有特别深入 不够深入 可能到这个地方 可能 到现在为止 嗯 都是AI的招 对 但是下一步不是了 嗯 啊 下一步 应该走这 这个出入是非常之大的 啊 这好像是一步渔行 嗯 但是呢 它最大限度的紧住了白棋这三个子的气 啊 因为这显然你是搬不出来的 这人也可以有断 对 啊 这个时候 逼迫 能够紧紧住白棋这个气是非常重要的 啊 逼迫你去收气 然后 抢到这个 哎 获得便宜 嗯 对 主要这一步气也非常的大 哎 对对对 这别看是不渔行 但是非常实用 哦 也非常的好使啊 这个谢尔豪不会下这步 说明他对于这个AI的研究 不到假 嗯 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这一步一下呢 对这边的这个压迫性没有那么强之后 气全松了 对 白棋就可以抢到这个 这个气非常非常大 如果说白棋又抢到这不吃 又能把黑棋这两个子吃掉 那这个白棋 这个黑棋这个结果就亏大发了 嗯 黑棋本来就是 走这个的目的就是 呃 要不白棋要这边 要不白棋要那边 他两边必得一边 嗯 你现在一跳之后被这个一吃 黑棋两边 很难走一边了 嗯 是的 所以接下来的话 黑棋是爬这个 啊 所以说黑棋一定要 想办法在这地方做文章 把这地方洗活 哎 对对对 对 嗯 然后这个时候白棋是选择的从这边穿出来 嗯 那就是白棋这边已经封锁的很严实了 如果这边再能够突破或者联络 那这个白棋就很占优势了 嗯 是的 然后但这个地方飞的时候黑棋一冲 嗯 好像看上去白棋的联络还是有点问题 嗯 白棋如果要强这个的话呢 黑棋是可以继续冲的 哎 对 如果你要挡住的话 挡不住 我得一断 嗯 因为你这个地方紧不住我气 哦 所以说你哎 你只能尖或者贴 对 这样的话 这个一般就杀棋是白棋是不够的 嗯 那白棋是怎么办呢 白棋应该有飞这个的手法吧 啊 这个手飞这个 这个这是一部这个经典的妙手 嗯 飞这个之后这个 冲这个跟接这个 白棋必得欺 啊 这样可以把这个逃掉 哦 白棋把这个逃掉之后 黑棋这三个就被黑棋 就被白棋关在里边了 嗯 就算能活也会非常苦 是的 这样的局势白棋还是可以的 是的 嗯 但是在黑棋冲的时候 白棋的下一手 应该是遭到了 决议的 非常严厉的差评 是先飞 他是先飞的这个 他不想损这一遍 他要求飞这个 你也走这个 哦 这样的还是度过 那我能少冲一下 他有追求了 但是这个黑棋能答应吗 嗯 黑棋 这个时候 那他就选择了转这边了 从这部棋就能够看得出来 嗯 既然黑棋敢冲下来 那说明这部棋一定是出现了大问题 嗯 要不然的话 这个地方是不能冲下来的 嗯 你就像这样 这个样子啊 这个AI推荐组 你现在能冲吗 是的 你现在要冲这个的话 被一接 白棋全都 黑棋全都碎了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虽然是想少追求 少冲一下 嗯 但是反而这个时候给了黑棋一个转 到这边的一个选择 这个我估计是弹效没有想到的 嗯 哎呀 这个如果说黑棋这手棋成立的话 那白棋损失要是非常的惨重 嗯 啊 如果这手棋成立的话 这样的话白棋是只有冲 那么黑棋就不一样了 刚刚这样的话走过来这个字好像对脚上以后会有很大的差别 如果说这样下的话 白棋没有了这两手交换 黑棋这个接是后手 哦 你比方说 这里没有 比如说这种定型 嗯 再过来 嗯 不 这样的话 我直接就 啊 我直接就挡住 对 少了这一下气也不要 对 少了你看你这一段 啊 我就直接搬 我这一直接就搬粘 快一气 嗯 对啥很简明 是的 但是现在多了这一下交换 就是如果再黑棋拐 白棋出头 黑棋粘 白棋再挡的话 有个断的 哇 残忍的手段了 这个我觉得多半是谈一下忽略了 哦 这一段呢残忍在哪呢 嗯 你吃这个之后 这段成了先手 本来这个段是后手的 嗯 现在你必须得补 多了多了一个这个子之后 这个有真子的关系 那这里边该黑棋一下 黑棋之一吃白棋器总是不够了 是 哦 这个 这开局没有多少手棋啊 谭下就出现了这么严重的失误啊 嗯 这个你作为谭夫人 你给他分析分析啊 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 嗯 这个地方其实 我确实想不明白 你也不明白 是不是 嗯 对 因为看上去 就这个地方的计算 好像这样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们这种水平来说 还是不应该犯的错误 不是很难呢 对 哦 那说明是不是他这个做主将有点紧张啊 因为这盘棋对他们对来讲太重要了啊 嗯 无论怎么讲 这也就是非常遗憾啊 那你这个等到他回家你是打算给他一惩罚呢还是安慰呢 哎 这个 我感觉就这个内容还是惩罚 会更好一点 哦 那你太残忍了 这个 呃 我想这个身为棋手吧 嗯 也是充分理解的 出现 愿意出现这样的失误 所以说我 我建议你还是别惩罚了 给他 预先求个情啊 对 我觉得还是他应该如果说看他们今天队的发挥嘛 如果他们今天队要是幸运的话 那这个这个赛季终结了就可以好好总结 但如果说真的出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的话 那他可能马上就是之后还要继续奋战 就如果说今天的比赛不理想的话 那其实他可以通过后面的比赛来证明自己 对 这个是不错的啊 希望他能够戴罪立功 对这个才是重点 那我们看现在这个失误确实他比较的严重 因为到这个时候白旗也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我相信当谢二豪一冲他可能就发现了 哎呀这个地方不对了 哎呀为了这一点点的这个小便宜啊 这个一下子使这个地方变得不可收拾了 是的 这个实战是这样啊 实战是谢二豪冲下去之后 白旗也只能往这冲了 然后先冲这个 对 那么这样就比较必然 这个啊 这个啊 这都是必然 嗯 那刚刚说了党不行 嗯 对 只能这样 呃 党不行你是不是你不党 行不行 不党似乎也不行 嗯 你要不党的话啊这样我还是断吧 对啊这个总是太麻烦了怎么办 那我已经没有办法了 确实是不知道怎么办啊 嗯 因为你嗯 你说啊这个如果你要抵截的话 嗯 这个被一兜冒 嗯 你外边就算是能吃掉但是 哦 你这有个贴你算是能吃掉我这地方还是有点意思的 我们来继续看实战啊这地方 对就是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就是白旗这几个子会死 如果说这几个子死了的话呢白旗就大败了 对白旗也不可能就白旗如果说这样拱出来是死的话 那么可能在党的时候他也许就是通过转身 对对对 就是及时止损 那么他之所以还能继续的去跟黑旗对杀 还是因为他确实里面虽然这个边的对杀不行 嗯 但是他外面对杀 对 但是也特别奇妙的是 是 你把外边黑旗吃住了 嗯 但这盘旗好像已经非常的危险 嗯 对你看你你这个地方次序也很重要 你要先贴的话人家虎 对你这样在狗别人真的来不及了 就杀不掉你只能先贴这个 然后呢再靠这个一行妙手啊 这个也很妙啊 这样的话白旗你看 白旗冲 这样的先冲 粘再到虎 你出不来 如果你跳这个也是啊 这个一吃一走一挖 嗯 一提也是出不归不出头 这就是号称 你要走这个也是啊 这一冲一走一顶 刚好 出不来 这个局部来讲 白旗这也是一个预行妙手 可以吃住黑旗中间这一拖 对 而且呃 白旗少交换这一下 就如果说白旗这样的话 是外面看的简明 但里面的气就不够了 对对对 所以单猴也确实是局部的好手 这样当你在搬的时候 他就从这往 对 嗯 所以可惜啊 虽然说是把这个吃掉 对杀是成功了 嗯 但是我们看当黑旗把这个角上 在一吃掉的时候 咱们就是啊 得算总账 是的 我们想象一下当初白旗一个小木加一个拆边 构成了这一片理想正式 现在哪去了 全变成黑旗的实地了 啊 是 这个损失不是说吃中间这几个呃 呃 子所能够弥补的 所以说这个旗一个会合可以说啊 这个呃 白旗就已经胜率就跌至个位数 对啊 就对于高手来讲 可能呢 差距形势还不大 但是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呃 难逆转啊 是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黑旗搬了一下以后 其实白旗外围并不是那么厚 就包括这一代黑旗有拐的借用 整体而言 白旗的这个后视 面对着黑旗的两个欣慰 而且还该黑旗先下 对 这个白旗 现在黑旗这个角 那个角 这个角 现在实地全都占据了 白旗就是 仅靠这个中间这个后视 是无法和黑旗的实地抗了 嗯 啊 这个是典型的一朝不慎的 啊 所以说现在这个 这个在AI时代呃成也套路 是败也套路啊 你对套路呃研究的要不够深 你有可能就会反倒被人家给套路了 是的 所以说这个在以在也对AI进行研究的时候呢 也得注意这一点 要尽可能的啊 把这个后续变化呢也研究一下 要不然这个后果啊 很严重的 是的 那么现在就等于是白旗已经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常非常艰难的处境 对 现在这个旗 因为黑旗实力太多了 嗯 黑旗这个呃 呃 已经有四个角都走住了 白旗只靠着中间这个空很难很难和黑旗争胜呢 是的 那白旗呃 必须得以来点非常手的 我们来看看啊 谈一下有没有一些非常手的 嗯 嗯 白旗还是先点个角 那这个地方我估计呃这个 谢尔豪会使用我这个大力推荐的这个定式 对 王老师非常喜欢推荐给其有的一个 简明不吃亏的 对 特别是这个场合啊 这边还有硬头啊 对 这个这个这个谈香也很无奈啊 这个没想到谢尔豪也会啊 最简单的 对 不跟你整这个复杂的 是啊 呃 我们看啊这个经过谢尔豪认证的 这个各位其有也要对这个定式要再加深一下这个认识啊 你看什么场合都可以 啊 简单好用 对 那么白旗还是得继续寻找头绪 因为局面不太有力 嗯 打入 那这个黑旗是鸭还是肩 嗯 是肩选择的鸭 嗯 这是两种 嗯 下法 嗯 这个地方黑旗呃 这个应该是不会求全身而退啊 黑旗只要能守住脚就应该可以满意 嗯 因为毕竟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本钱啊 长的啊 长那黑旗也应该是打的 对 总之就是手住脚 简单处理 弃掉边 手住脚 对 那么正常的进程呢 白旗其实也可以选择去这边 打这个 那就粘住 但是你这是对我压一下 现在的局面 啊 压一下很痛 嗯 那黑旗这样一围 这边才成空 对 这样简明的简单定型 应该不是这个掠视下的这个白旗所愿意的 嗯 所以白旗要选择一个场合下法 啊 翻了盾啊 这也是一种下法啊 对 而且他实战是还吃累 吃这个成立啊 对 这个那就 这就这个没学过了啊 因为本身是这个 因为本身是这个 有断这个啊 有这样下法 有断这个 这样吃 有这样下的啊 可能比前面单打出来好一点啊 但是也是换汤不换药 嗯 那我们看看这个 弹下的这个非常手段 是的 他是吃在这里是吧 看来他还是不希望黑旗能够轻松的转到那边 嗯 他还是更看重这条边的发展 想让黑旗靠近白旗这边的后视 对 所以他是选了这个 转过这边了 嗯 这个方向还是不错的 嗯 这样 嗯 再充 啊 但是那边 这样就也全死了 嗯 白旗这样下法啊 局部肯定是亏的啊 但是白旗胜在方向好 因为这边白旗比较厚 黑旗这边走的很多子都没有用 嗯 那么白旗能够转到这条边 白旗转到价值大的一边 对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啊 就是呃 白旗其实绝对的目数呢 差的并不多 嗯 就是呢 全盘都特别简明 对 这个格局不好追 主要是都是顶尖高手 你哪怕落后两幕棋 但是这个没有地方 没有空间 让你能够把这两幕棋给捞回来 是 这是比较这个头疼的地方 嗯 也就是说 现在这个局面 黑旗不出现失误 这白旗是很难的 对 就并不是说可能呃 呃 纯木数可能 其我们想的那么 差距那么大 但是像王老师说的 这个高手之间 轻易不会犯错的 嗯 就这种局面 他就很会收 他也不需要跟你冒风险 就我们按部就班的 把这个局面推进下去 白旗就很困难 对呀 黑旗现在全盘也接近60幕了 白旗只有这 10 20 27 30 35 如果你中间呃 后市能算15幕的话 你也有50幕 嗯 所以说这个差距并不大 嗯 但是就是这个局面 嗯 就是 你看这样一围 中间还能围不少空的 嗯 黑旗能够先尖一些 嗯 这个只有尖啊 要拖的话 背着一扳也出大事 注意气景 对 对 你看 非常厚啊 嗯 白旗在中间尾了不少空 嗯 还是有一定的收获 是 哎 这个定型之后 这个飞 黑旗这个飞 是一个非常好的好点 嗯 啊 现在好像 谭笑也活动开了啊 吓得很登放 是 现在毕竟作为劣势的一方 肯定是要 嗯 下得积极一点 对啊 这个棋 啊 虽然形势不利 但是也没到这个 必须得认输的那种地步啊 嗯 不是说死了一条大龙的那种 对 只是说这种格局 对于高手之间来说 想追是比较难 嗯 对 但是 再加上这又是团体的比赛 嗯 怎么着也要 这个 替队伍啊 多争取一下 嗯 嗯 然后普通白器可能是座椅 嗯 那对啊 这个局面 他是 哦 他是想要先手啊 这个 这也是一个AI手法啊 因为如果你要单纯这样下了这个之后 你以后再靠人 也可能理得不理你了 哦 嗯 他现在靠嗯 逼迫你冲他再圆 如果你再不走的话 你不走这样他断起来 力度会大一点 哦 当然被你沾上他也很损 这是一个AI的手法 意在争先手 嗯 是的 这个时候黑器是靠在这儿 啊 黑器也不也不正面交锋啊 嗯 这都是高手啊 高手都是这样下的 对 白器是转到这个 白器能够冲出来也还是可以满意的 那么黑器相应的也限制了白器中央的一步 一定的发展 嗯 白器现在黑器主要是别让白器中间这块 空城太大啊 白器就是很难的 很难这儿扳回的局面 是的 白器也转到这边 嗯 那么要的这个跑出来是不是 嗯 这样黑器虽然把中央的目前力破掉 但白器在这一带留下了一些 嗯 然后是这个地方是不是也得 也得处理处理 对 好 啊 这个扳 打住 嗯 虎 大吃 嗯 没有 啊 之前黑器在 手脚之前贴了几下 啊 这个贴是先手 因为这个气紧啊 哦 它贴成了这样 嗯 对 那所以这个虎的时候瞄着这个断点 那这个 那黑器不这个 嗯 这个 那白器这样扳一下 对这个这种这种斑是非常愉快的先手 对 局部这种定型白鞋还是挺舒服的 嗯 那这里也得补了 对 不补到二边先冲死了 贴 先跳 啊 如果你要冲这个的话 那它就可以断在这 嗯 这样你不能吃这个 吃这个它可以吃这个 你要走这个的话 那这个子 它就 是一个关子好手 嗯 对于说先趁着我补断之前先问你一下 对 嗯 这样你沾在这 嗯 然后我贴一个 啊 嗯 哎 那这个地方我觉得白鞋的关子受到还是不错的啊 嗯 把黑器这个都给大幅的压缩了啊 对 压缩了这个还是 有 这地方也 本来你啊 没这样以后仍然是先冲的 现在你跳了一下 黑器还没冲到 嗯 而且贴在这儿好像对黑器这个地方 也有一点 对 以后再挤了一场也是非常愉快的关子 嗯 我感觉白鞋呃这一段下的不错 嗯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形势又追进了一些 嗯 只能说从进程上看 如果说黑器没有本钱的话 那么这一串肯定白鞋收的还是挺舒服的 是 但是一数目发现这个空还是不够啊 是的 还是之前的这个失误比较 对 损失太大 嗯 那么白鞋现在抢到鲜肉 能把这个跑出来 对 这个跑出来也很厉害 嗯 确实 这个地方因为黑器自身器还是比较紧的 对 你如果这样打的话 嗯 白鞋跑 以后白鞋这个跑出来收气 那也是非常愉快的 对 所以说黑鞋应该不能从这边打 嗯 黑鞋是尖 啊 尖这个 白鞋尝 白鞋这个一吃都吃掉了 他都不吃 尝一个 他以后希望能吃大点 对 哎 那这个回合觉得白鞋还是挺好的 白鞋这以后一走下来可以成一块大孔 确实 怎么 哎 如果说谭笑早这样下的话 你说这盘棋 啊 是不是啊 也不至于这样啊 是 谭笑这个 现在等级分是 跟希尔豪应该也差不太多吧 啊 两个人也都得过世界冠军 属于是旗鼓相当的好对手 但是一开始 失血太多了 是 所以说现在才这么苦 嗯 嗯 那么白鞋下来之后 在这一代好像眼见的能扯 付出的代价是中间没了 嗯 这个看样子也是得失相当的样子 对 黑鞋 哎呀 非常厚啊 嗯 非常厚 对 白鞋把这个 嗯 对 黑鞋 好 这也是不好棋 嗯 这也是不好棋 如果这一线突 如果突破不了 我觉得是不是白鞋都逆转了 但是因为有着不靠 如果你要搬它断 只能吃这个 或者吃这个 爱一尝 他这一撑 哦 他能够 对 那怎么办 那如果走里面的话 黑鞋好像也是进来 嗯 这不靠是很重要 嗯 我们看他们实战的定性 嗯 实战 实战 哎 恐怕也只能搬里边吧 嗯 实战还是这样 嗯 就没办法 啊 半里边的话 黑鞋退一下 嗯 嗯 是这样还是 哦 还是搬这个 那这个怎么办呢 哦 他就这样打 哦 不是 是这样 对 看一下 哦 那如果要搬这个的话 就会下成这样 嗯 那就还是这样 嗯 那黑鞋吃在这儿 白鞋这几下交换 这个黑鞋 白鞋这样下 是为了争先手啊 哦 这样下他可以获得一个先手 但是他先手有什么要紧呢 要抢吗 是这是尖 哦 他要抢这个尖 啊 手关的时候 这种尖很大了 哦 他是不是还有点什么后续手段 好像也没有 那鞋太紧了 嗯 那白鞋 黑鞋再往这冲 嗯 哦 那这个地方谢尔豪也下得很好啊 嗯 这果然是两大高手啊 呃 白鞋想围这边最后也没围住啊 嗯 他是 是冲了 是冲了一手吗 对 看一下他这个地方的进程 嗯 黑鞋把这个长 黑鞋 黑鞋是没有先长这个 这个地方次序是 是 是走了打吃以后 黑鞋是长了这个是吗 哦 黑鞋当初了走这个的目的就是 为了能把这个长 这个长了之后 产生了一个二螺点态力 对应该是先交换的这个 所以长是先手 嗯 所以黑鞋想先手把这个地方跑出来 嗯 长白鞋只能补下面 对 尖是补活 然后再长这个 对 是这样的 这个谢尔豪瘦得也很好 嗯 白鞋这个地方有没有什么 好白鞋 先贴 嗯 然后过了 再吃这个 贴 再打吃这个 哦 这也是要求新手 这个因为黑鞋 白鞋 黑鞋不能走这个 黑鞋只能走这个 嗯 这样的话 这地方有产生一尺 哎呀 这鞋 也还是蛮精彩的啊 是的 黑鞋这个时候是选了吃这个 哦 吃这个的话 吃这个是是真的吗 对 然后这地方一吃 这样是白鞋把这几个字留下来 哦 我明白了 他是这样的 嗯 如果他要提这个的话 嗯 白鞋也可以吃了挖这个 哦 如果你吃 他可以他可以这样做题 这里会有一斑 哦 你很严厉 搞不好一会儿 白鞋先手吃了 哦 所以他干脆就这样就算了 那这个地方白鞋收货还是很大的 嗯 白鞋等于是两边都走到了 黑鞋虽然想把这个跑出来 但是 但是也不能忽略了 这黑鞋获得的这一打也是很有价值的 对 我们看本来这边应该是白鞋 能够有个近20目的 但是这样下完以后 嗯 黑鞋立到这儿以后 嗯 白鞋这边马上有个断点 对啊 白鞋现在这整体都变薄了 嗯 这个 果然是两大高手啊 这个你来我往的都是各有所得 嗯 那现在就不知道是形式仍然是怎么样啊 对 我们可以把白鞋粘上以后 然后王老师简单判断一下 好的 这样的话 有了这个粘 这地方有眼下面有眼 那也就算是一个活气了 嗯 嗯 我们可以给大家判断一下形式啊 是的 白鞋一十二十二一二二四二四二十五三十五 五十五五 黑鞋大概有六十五的样子 嗯 我们看 也就是说现在黑鞋大概是盘面 有个实木器的优势的样子 嗯 那也就是说这个 各种眼花缭乱的转换 嗯 其实都差不多 对好像还是很接近 对 黑鞋 优势最大的时候大概也就是这个实木的样子 这个如果说扣出啊 一开始谈下这个不小心的这一招恶手 这盘棋 我觉得两个下的都是还是非常好的 嗯 非常精彩也 是后面的转换也是你来我往 但是呢 呃过招了这么多手以后也是双方很接近 嗯嗯嗯 是的 是的 但是可惜的就是之前的这个地方的损失啊 应该说让白鞋这盘棋 虽然后面的发挥很精彩 但是这个微小的差距也是很高 是一直延续到了后面 好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最终这盘棋的结果也是出来了 黑鞋是四分之三子 啊 四分之三子 四分之三子 旁边九木 九木的样子 对 所以 应该说这盘棋 还是白鞋在一开始的套路上啊 就不小心中了对手的埋毁以后 研究的不够深入 嗯 应该这个接受这个教训 以后要多加的努力 嗯 那么这盘棋输掉之后呢 对于浙江队肯定是很严峻的一个考验 嗯 那不知道另外几个队员有怎么样的发挥 也可以请请我们之后来关注我们的这个体育新闻 那今天的这盘棋呢 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儿 然后 感谢大家收看 好 期待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之后的天元围棋频道的赛事直播 好 谢谢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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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